小瑾鲤 小瑾鲤 uld汪 走 出 bele 小瑾鲤 在街上拦下楚姑娘问话 就觉得她不对劲 方才又见她大晚上 从县衙里偷偷摸摸地出来 怕她要加害你们 就跟着她 结果 看到她埋伏在楚家附近 一路跟着楚姑娘到这 要对楚姑娘下手 可没想到 居然是冷月 说 你想干什么 我要杀了楚楚 为我爹报仇 怪不得 你白天问楚姑娘 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了 我告诉安娟啊 还是楚姑娘有脑子 他说只有坏人 想干坏事的时候 才不想让安娟王知道 你果然没安好心 哎 锦鱼 咱们想到一块了吧 你让冷月假扮楚楚 也是要抓她个现行吧 卑鄙 无耻 你说什么 我削了你脑袋 小锦鲤 这儿没你什么事 你赶紧走吧 怎么没我的事 我刚救了你 谁让你救我了 我 好了 这件事也不用瞒着她 什么事瞒着我 披尾 你应该清楚 我为何要找人假扮楚楚 再把没什么看 但我只能这样 把话说清楚 上 Keeping 安娟王的话 我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你故意当着我兄长的面具找楚楚 故作神秘地问你父亲之死 还特意叮嘱他 不要将此事告诉我 为的 就是确保我能知道 你曾经打听过你父亲的死因 这样无论你得手与否 这些 都会成为最有力的证词 来解释你杀楚楚的理由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够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狡辩什么 不过给我爹丢人的 杀楚楚是我家里让他干的 靖少卿 你不能 大哥不可 小警黎 你疯了 我早就烦了你们景家 背地里鬼鬼祟祟那一套 说 你们有何企图 此事与靖少卿无关 你闭嘴 说 为什么要杀楚姑娘 说 为什么杀楚楚 安郡王 萧将军 楚楚是你们杀父仇人的女儿 什么 靖少卿 你还记得之前他印的 楚楚他母亲留给他的簪子吗 你母亲已经根据图案认出 那是他早年送给剑南节度士张下武将 云翼的新婚妻子做礼物的簪子 你还记得这个 我先记得这个 你还记得这个 李大夫 他在这 你还记得这个 你也记得这个 我 我 我 他 我 你 信如兄弟的人 事不同 情同 我爹早就猜到我会这么做 所以才一直瞒着我 安排你这些行动 不必多言 我信得过你 安君王 靖阁老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你的父亲报仇啊 那可是你父亲啊 你为什么要护着 一个仇人的女儿 你可以护她一时 可即便我不说 他们不说 迟早有一天 也会有人把她的身份 公之于众 到那时 你包庇逆党余孽的罪名做实 与你何意 你又有何颜面见驸马公主 萧将军 你也要放了那个反贼余孽吗 就算她是逆党医后 处置她 也是衙门的事 井阁老不能善有私刑啊 谭先生 你既然是井阁老的人 就应该清除我此行西南的目的 井阁老要你杀楚楚 是想要替我父亲报仇 可若是我父亲要你放过他 你可愿暂缓刺杀楚楚之事 先将各种情有 告知井阁老 你是说 驸马他